启玄义直徐 尽强语作恶四月 反五年有期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贞观六年人臣 公元六三二年春 正月 以卯朔 日有时之 鬼有 靖州辽返 将军礼子和讨平之 文武官父亲封禅 上曰 清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世 正义不然 若天下一安 家己人族 虽不封禅 雍和商乎 西秦始皇封禅 而汉文帝不封禅 后世其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 且是天扫地而祭 何必登泰山之巅 封述 封树齿之土 然后可以斩其成敬乎 群臣有请之不已 上意欲从之 未争读以为不可 上曰 公不欲镇封禅者 以公为高也 曰 高以 得为厚也 曰 厚以 中国为安也 曰 安以 四夷为福也 曰 福以 免古为封也 曰 封以 福瑞为之也 曰 至以 然则何为不可封禅 对曰 陛下 虽有此六者 然成随莫大乱之后 户口未赴 苍领上须 而车架东巡 千胜万骑 其功顿劳费 未亦任也 且陛下封禅 则万国贤吉 远 以君掌 皆当护从 金子一 若以东至于海 带 烟火上溪 灌莽吉木 死难以戎狄辱入腹中 誓之以虚弱也 曰 赏赖不资 未艳远人之望 给富连年 不常百姓之劳 从虚名而受使害 陛下将焉用之 惠河南 北树州大水 誓岁寝 上将信九成功 通知散其常世姚思连剑 上曰 朕有契吉 蜀折顿聚 网帝之耳 赐私连卷五十匹 兼查玉石马周尚书 以为 东宫在宫城之中 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 制度比于陈居 尚为碑小 于四方 观听 有所不足 宜增修高大 以称中外之望 幼 太上皇春秋以高 陛下宜朝西世善 金九成功去京师三百余礼 太上皇获十思念陛下 陛下何以赴之 幼 车架此行 欲以避属 太上皇上留属中 而陛下独居京畜 温京之礼 窃所未安 金行即已成 不可复旨 愿宿是反期 以解重祸 幼 王长通 白明达皆乐功 为盘提 胡思正只能掉马 纵使既能出众 正可赖之金箔 岂得超寿官爵 名誉夜履 与世君子彼肩而立 同坐而食 臣妻齿之 上 申纳之 上以心令吴三师官 二月 丙须 赵特智之 三月 悟臣 上姓九成功 耕武 徒骨魂寇兰州 州兵姬走之 常乐公主将出将 上以公主皇后所生 特爱之 事有思思送贝于永家长公主 魏征建约 西汉明帝 御封皇子 约 我自起得与先帝子彼 皆令伴处 怀扬 金姿宋公主 贝于常主 得无意于明帝之意乎 上然其言 入告皇后 后叹约 切吉文陛下称重魏征 不知其故 经观其引礼意义人主之情 乃之真舍 继之臣也 切与陛下结发为夫妇 屈成恩礼 美颜必先后颜色 不敢轻泛威严 况以仁臣之疏远 乃能抗言如是 陛下不可不从也 因情浅忠使积前四百民 卷四百匹以赐征 且语之曰 文公正直 乃今见之 故以相赏 功以常禀此心 勿转移也 上长霸朝 怒曰 会须杀此田舍翁 后问未谁 上曰 未征美亭如我 后退 聚朝福利于亭 上今问其故 后曰 切闻主明臣直 今未征直 由陛下知名故也 切敢不贺 上乃乃乃书 下 四月 新卯 乡州都督邹香公 张公锦足 明日 尚初次发哀 有思奏 晨日记哭 上曰 君之于晨 由父子也 情发于中 安毕晨日 遂哭之 六月 己亥 今周次始封道 王源哼哄 辛亥 江王萧轰 邱 七月 丙辰 燕齐王突齐之前使入贡 初 燕齐入中国游契路 随莫闭塞 道游高昌 突齐之请赴开契路以便往来 尚许之 游是高昌恨之 浅兵席燕齐 大略而去 欣慰 燕三瓶以上于丹萧殿 尚从容言曰 中外有安 皆公卿 知力 燃随阳帝威家宜 下 节力跨游北荒 捧夜户雄俱西域 今皆父王 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 不今强盛已自满也 西突厥四夜户可汗发兵机薛颜陀 为薛颜陀所拜 四夜户信猜狠 信禅 由以利克汗 公罪多 四夜户以非其族类 诸灭之 游是诸不皆不自保 四夜户又寄莫赫射之子尼鼠 阴玉徒之 尼鼠奔燕齐 涉悲达官于努施必二不攻之 四夜户倾其奔康居 寻足 国人迎尼鼠于燕齐而立之 世卫多路可汗 前史内父 丁有 浅鸿鲁少清 流善因利多路为西利弊多路可汗 润月 以卯 上宴尽尘于丹宵殿 长孙无济曰 王归 未争 稀为愁愁 不畏今日得同此宴 上曰 争 归尽心所事 故我用之 然争美见 我不从 我与之言则不应 何也 未争对曰 臣已视为不可 故见 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 则是遂施行 故不敢应 上曰 且因而复见 拥何商 对曰 歇顺界俊臣 而无面从 退有厚言 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 乃面从也 起迹 气势顺之一邪 双隐号 上大孝曰 人言未争举止疏慢 我是知更觉妩媚 正为此耳 争起 拜谢曰 陛下开臣使言 故臣的尽其余 若陛下聚而不受 臣何感树泛颜色乎 悟臣 秘书少监于是难上圣德论 上次守照 称 轻论太高 朕何感你上古 但比尽是差圣耳 燃轻是赌其史 未知其中 若朕能甚中如是 则此论可传 如或不然 孔徒使后世孝清也 九月 己有 性庆善公 上升时故宅也 因与贵尘宴 副诗 起居郎清平旅才被知管弦 命曰 功成庆善乐 使童子八亦为九宫之舞 大宴会 与破臣舞携奏于庭 同桌次使未知静得玉宴 有班在其上者 静得怒曰 辱何功 坐我上 任成王道宗赐其下 欲解之 静得全欧道宗 目几秒 尚不亦而罢 未静得约 镇见汉高祖诸灭功臣 异常由之 故欲与清等共宝富贵 令子孙不绝 然清居关恕犯法 乃之寒 彭租海 非高祖之罪也 国家刚祭 为赏与罚 非分之恩 不可数得 免自羞斥 无疑后悔 静得由是始聚而自 即 冬 十月 仪卯 车架还经诗 帝是上皇燕于大安宫 帝与皇后更现隐善及服御之物 夜酒乃罢 帝亲为上皇捧于至殿门 上皇不许 命太子待之 突觉竭力可汗郁郁不得已 术与家人相对悲弃 容貌雷背 上剑而连之 以国州地多迷路 何以游猎 难以协力为国州刺史 协力辞 无怨网 鬼位 赋已为右卫大将军 十一月 新四 气壁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嘉义沙州将 赵楚之鱼干 梁之间 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更吟 以左 光禄大夫陈书达为礼部尚书 帝位书达曰 清武德中有党言 故以此官相报 对曰 陈建随是父子相残 以取乱亡 当日之言 非为陛下 乃设计之继耳 十二月 鬼丑 帝与世辰论安危之本 中书令温艳伯曰 服愿陛下常如贞观出 则善已 帝曰 赞比来待于为正乎 为正曰 贞观之初 陛下志在节俭 求见不倦 比来迎善微多 见者颇有无止 此其所以一耳 帝府长大孝曰 成有事事 欣慰 帝亲路细求 见应 死者 敏之 纵使归家 七以来秋来就死 仍是天下死囚 皆纵浅 使至七来亦经诗 试岁 党向等枪前后内数者三十万口 公卿以下请封禅者首尾相数 上欲已就有契集 孔登高增聚 公等物赋言 上位侍臣曰 赞比来绝世或不能接入律令 公卿以为是小 无腹直奏 夫是无不由小以至大 此乃威王之端也 西观龙旁中见而死 朕美痛之 阳帝交报而亡 公卿所亲见也 公卿常以为朕思阳帝之王 朕常为公卿免观龙旁之死 何患 君臣不相保护 上位未征曰 为官则人 不可造次 用意君子 则君子皆知 用意小人 则小人静静矣 对曰 然 天下未定 则专取其才 不考其行 丧乱计平 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贞观七年鬼寺 公元六三三年春 正月 更名破陈乐约七德武 鬼寺 宴三平以上及周目 瞒仪求掌于玄武门 奏七德 九宫之舞 太常清潇与上言 七德武行荣圣功 有所未尽 情血流武周 薛人果 窦见德 王世冲等情 负货之状 上约 比皆一时英雄 金朝廷之臣往往常北面是之 若赌其雇主屈辱之状 能不伤其心忽 宇谢约 此非臣于律所及 为征御上言武修文 美是宴 见七德武则俯首不逝 见九宫武则地观之 三月 悟子 世中王规作漏谢尽忠语 左迁同周刺史 更吟 以秘书兼位争为世中 职态使雍人李淳风奏灵台后仪制度殊略 但有赤道 请更造魂天皇道仪 许之 鬼伺 成儿奏之 下 五月 鬼位 上性九成 宫 宫 亚洲道行军总管张氏跪姬返辽 破之 秋 八月 宜丑 左屯卫大将军乔进宫周范族 上行性 常令范与房玄陵居首 范为人中堵严正 急慎 不肯出外 竟忠于内省 与玄陵相报而绝约 所恨不惑 所恨不惑在凤圣言 新卫 以张氏跪为公周道行军总管 始继返辽 九月 山东 河南四十余周水 前使镇之 去遂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 无人都帅 皆如七字一朝堂 无一人亡逆者 上皆设之 东 十月 更深 上环经诗 十一月 仁臣 以开府一同三思长孙无济为司空 无济故此约 臣田玉外妻 恐天下为陛下为司 上不许 约 无为官则人 为才是语 苟或不才 虽亲不用 相依王神服事也 如其有才 虽仇不弃 未争等事也 今日之举 非思亲也 十二月 甲银 上姓芙荣园 丙臣 教列少林园 务武 皇宫 从上皇至九顾汉未央公 上皇命突厥杰力 可汗其武 又命南蛮酋长冯至戴勇施 继而孝约 胡 月一家 自古未有也 必奉商上授约 今四一入臣 皆陛下教会 非臣致力所及 西汉高祖亦从太上皇至九此宫 妄自今大 臣所不取也 上皇大悦 殿上皆呼万岁 必为左庶子于至宁 右庶子渡征伦约 这年十八 游在民间 民之极苦情为 无不知之 极居大位 屈储事物 由有差失 旷太子生长深宫 百姓艰难 耳目所畏惑 能无交易乎 清等不可不及见 太子好兮细 破亏离法 至宁与幼树子孔颖达树之见 上文而家之 各自今亦今 博无百匹 公布上书段伦奏征 巧公杨思齐 上令士之 轮使仙造傀儡 上曰 得巧公树公国士 清令仙造戏剧 其百公相借无作隐巧之一邪 乃肖伦阶 家 灵州辽返 命寒将辅统军牛进达击破之 上文未征曰 群臣上书可彩 及召队多诗次 何也 队曰 臣官百思奏事 长述日思之 及至上前 三分不能道一 旷见者服役处计 非陛下戒之慈色 其敢尽其情灾 上游是皆群臣慈色欲温 常曰 阳帝多猜忌 临朝对群臣多不语 镇则不然 与群臣相亲如一 提尔 贞观八年甲午 公元六三四年春 正月 鬼位 布绝杰利克汗族 命国人从其俗 焚尸藏之 辛丑 行军总管张世贵陶东 西王洞返辩 平之 尚誉分遣大臣为诸道处之大使 未得其人 李靖见魏征 上曰 征征归阵师 不可一日离左右 乃命静与太常清潇于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 茶掌利贤不孝 问民间极苦 李高年 朕穷乏 启志焉 彼时者所致 如朕清赌 三月 更晨 上信九成功 下 五月 新 未朔 日有时之 初 徒古魂克汗浮允前使入供 未返 大略善周而去 上前使让之 征服允入朝 称其不至 仍为其子尊王求婚 上许之 令其轻盈 尊王又不至 乃绝婚 服允父浅兵寇兰 阔二周 服允年老 信其臣天助王之谋 树范边 又执唐使者赵德凯 上前使遇之 使反 又隐其使者 林轩轻欲以祸福 浮允中无圈心 六月 前左萧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 左萧卫将军繁星为赤水道行军总管 将边兵及器壁 党项之众以击之 秋 七月 山东 河南 淮 海之间大水 上旅请上皇必属九成功 上皇已随文帝终于比 二之 东 十月 迎大明宫 已为上皇亲属之所 未成儿 未成儿 上皇请集 不果居 心丑 断至玄机 徒骨魂 破之 追奔八百余礼 去青海三十余礼 徒骨魂屈木马而顿 甲子 上环经师 又谱舍礼敬以吉训味 许之 十一月 新味 以敬为特尽 风觉如故 录此 立足并依旧给 四级小抽 每三两日至门下 中书评章正式 假身 普波赞 普气宗弄赞前使入供 仍请婚 普波在屠谷魂西南 尽势尽强 蚕食他国 普遇广大 圣兵数十万 然未常通中国 其王称赞普 俗不言性 王族皆约论 患族皆约上 契宗弄赞有永略 四灵魏之 尚潜使者冯德侠王魏府之 丁亥 徒骨魂寇梁周 吉丑 下诏大局讨徒骨魂 上玉得礼敬为将 魏其佬 重劳之 敬文之 请行 上大月 十二月 新丑 以敬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 节度诸君 兵部尚书侯君 即为基石道 行部尚书任成王道 宗为善善道 梁州都督理大量为浅墨道 明州都督理道宴为赤水道 历州赐使高赠升为严则道行军总管 并突厥 弃毕之 重击 徒骨魂 帝品随通是摄人正人姬女为冲华 赵已行 厕史将发 魏征文其长许驾使人陆爽 据上表见 帝文之 大经 守照身字刻则 命停厕史 防玄灵等奏称 许驾录是 无险状 大礼祭行 不可终止 爽意表言出 无婚姻之意 帝未征曰 群臣或荣熙和 爽意自臣 何也 对曰 必以陛下为外虽舍之 或因家最浅 故不得不然 帝孝曰 外人亦或当如是 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也 终谋成皇府得参上言 修若阳公 劳人 收得租 厚脸 俗号高继 代宫中所化 上怒 为房玄灵等约 得参与国家不义一人 不收斗租 工人皆无法 乃可其一邪 欲致其傍善之罪 魏征建约 假意当汉文帝时尚书 云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 自古尚书不激怯 不能动人主之心 所谓狂夫之言 圣人则焉 为陛下财查 上曰 赠罪私人 则谁付敢言 乃次卷二十匹 他日 征奏言 陛下近日不好之言 虽勉强寒荣 非囊时之或如 尚乃更加优似 拜监察玉使 中书舍人高继府上言 外观卑品 尤为得禄 积寒妾身 难保清白 金苍领尽时 一量加优给 然后可则已不贪 颜设科进 幼 密王元晓等皆陛下之地 彼见弟子拜诸书 书皆达拜 紊乱昭目 疑讯之以礼 书奏 上善之 西突厥多路克汗族 其地同俄设立 侍卫沙波罗迭利施克汗 贞观九年以位 公元635 年春 正月 党向仙内赎者皆叛规徒谷魂 三月 庚臣 陶舟枪叛入徒谷魂 杀刺时孔长袖 仁臣 设天下 已有 严则道行军总管高赠升击叛枪 破支 庚吟 赵 民资分三等未尽其降 一分九等 尚未未征曰 其后主 周天元皆众连百姓 后自奉养 历劫而亡 譬如禅人自感其肉 肉敬而必 何其余也 然二主赎为幽烈 对曰 其后主懦弱 正出多门 周天元交报 未福在己 虽同为王国 其主游烈也 下 润四月 回有 任成王道宗拜徒谷魂于库山 徒谷魂克汗 浮允西烧野草 清兵走入气 朱将以为马无草 啼寿 未可深入 侯军即曰 不然 向着断至玄君海 才及善舟 如已至其城下 待鲁游完时 众为之用故也 今一败之后 蜀桃鸟散 事后一绝 君臣携离 父子相师 取之意于十戒 死而不成 后必毁之 礼竟从之 中分其君为两道 竟与薛万君 礼大量有北道 君吉与任成王道宗游南道 物子 竟不将薛孤而拜徒谷魂于漫头山 斩其 明王 大祸杂处 以冲军时 鬼四 竟等拜徒谷魂于牛心堆 又拜朱赤水源 侯君吉 任成王道宗引兵行无人知敬二千余礼 盛夏将霜 经破罗真谷 其地无水 人河冰 马淡雪 五月 追及浮云于乌海 宇战 大破之 或其明王 薛万君 薛万彻又拜天助王于四海 上皇自去秋的风集 庚子 崩于锤拱殿 贾臣 群臣请上准夷告示军国大事 上不许 以四 赵太子成前于东宫平决树正 适水之战 薛万君 薛万彻清其先进 为徒谷魂所为 兄弟接中枪 施马不斗 从其死者十六七 左领军将军器必合力将数百其就之 竭力奋机 所向披靡 万君 万彻又是得免 李大量拜徒谷魂于蜀魂山 或其明王二十人 将军直师私立拜徒谷魂于居如川 李靖都诸君 经济石山和园 至且末 穷其西境 文府陨在突伦川 将奔于田 弃毙何利欲追袭之 薛万君成其前拜 故言不可 何利曰 鲁飞又成锅 随水草千禧 若不因其聚居习取之 一朝云散 岂得父亲其朝学邪 自选萧其千余 直去突伦川 万君乃引兵从之 弃中伐水 将十四马学引之 习破浮云崖杖 斩首数千吉 获杂处二十余万 扶允脱身走 扶其妻子 侯君吉等近于星宿川 至白海 还于李靖君和 大宁王顺 随士之声 扶允之嫡子也 未誓子于随 久不得归 扶允立他子为太子 即归 异常样样 会李靖破其国 国人穷促 愿天助王 顺应重心 斩天助王 举国请降 扶允率迁于其淘气中 十余日 众散烧尽 为左右所杀 国人栗顺为克汗 仁子 李靖奏平屠古魂 乙卯 照复其国 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 绝顾屡屡甘斗可汗 尚绿顺未能扶其众 仍命里大量将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六月 吉丑 群臣父亲听证 尚许之 其细物仍为太子 太子颇能听断 事后尚每出行性 常令居首监国 秋 七月 庚子 严则道行君赴总管刘德敏击叛枪 破枝 丁四 照 山林一汉长林故事 物存龙厚 期限济促 功不能及 秘书兼于世难上书 以为 圣人伯葬其亲 非不孝也 深思远虑 以后葬氏族为亲之类 故 布维尔 西章世之言 使其中有可遇 虽故南山有有戏 流向言 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费心 世之之言 为无穷祭业 其言深切 承何至礼 服为陛下圣德度月堂 于 而后葬其亲乃以勤 汉为法 臣妾为陛下不娶 虽妇不藏金玉 后世但见丘隆如此其大 安知其中无金玉邪 且今是福以一霸灵 而丘隆之志独一常灵 孔非所谊 服愿一百虎通为三刃之坟 器物制度 律皆皆损 仁客实力之灵堂 别书一通 藏之宗庙 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书奏 不报 世难附上书 以为 汉天子即位即迎山陵 原者五十余年 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 孔于人力有所不逮 尚乃以世难书受有私 令祥处其宜 房玄陵等义 以为 汉长陵高九丈 原陵高六丈 今九丈则太崇 三刃则太悲 请一原陵之志 从之 从之 新亥 赵 国出草创 宗庙之志未备 今将千赴 以令礼观详义 建议大夫诸子奢请立三招三目而须太祖之位 于是增修太妙 富红农府君及高祖并就神主四为六事 房玄 零等义 以两五招王为十祖 左竖子于至名义 以为五招王妃王爷所应 不可为十祖 尚从之 党向寇叠周 礼敬之机 土谷魂也 后路党向 始为乡岛 党向酋长拓拔赤慈来 为诸将曰 随人无信 喜暴略我 今诸君苟无一心 我请公其资粮 如或不然 我将据贤以赛诸君之道 诸将与之蒙而浅之 誓水道行君总管理道燕行之阔水 见誓词无备 习之 或牛羊数千头 于是群腔怨怒 屯也狐狭 道燕不得尽 誓词击之 道燕大败 死者数万 退保松州 左萧卫将军凡兴斗六师君之 世俗师王多 以卯 道燕 心皆作茧死洗边 尚前使劳诸将于大斗拔骨 缺万君徘徊弥毁弃毙和力 自称己弓 和力不胜分 拔刀起 欲杀万君 诸将就指之 上文之 已让和力 和力俱言其壮 尚怒 欲解万君官已受和力 何力故此 曰 陛下已臣之故解万君官 群胡无知 以陛下为众胡清汉 转向污告 实境必多 且使胡人为诸将皆如万君 将有清汉之心 上善之而止 循令肃为北门 简教屯营是 上 宗女临桃县主 明周都督 言则道行君总管高正生后君期 礼静暗之 正生恨静 误告静谋反 暗焰无状 八月 更臣 正生作茧死洗边 或言 正生 勤抚功臣 宽其罪 上曰 正生为礼静节度 又无其反 死而可宽 法将安施 且国家自起尽阳 功臣多矣 若赠声豁免 则人人犯法 安可覆尽呼 我于旧勋 未尝望也 为此不敢涉耳 礼静自是河门杜绝宾客 虽亲其不得望见也 上欲自亦元灵 群臣以上哀悔雷急 故见而止 东 十月 以害 处月初前使入供 处月 处密 皆兮突厥之别不也 庚吟 藏太武皇帝于县陵 庙号高祖 以慕皇后赴藏 家号太慕皇后 十一月 庚须 赵义于太元立高祖庙 秘书兼言师古义 以为 秦庙庆在京师 汉氏郡国立庙 非礼 乃指 悟武 以光禄大夫萧宇为客进 赴令参与正事 上约 武德六年以后 高祖有费力之心而未定 我不为兄弟所容 时有功高不赏之据 私人也 不可以利诱 不可以死邪 真设计臣也 因此与诗曰 疾风之尽草 反当时成臣 又未宇曰 轻知忠直 古人不过 然善恶太明 亦有诗而诗 予再败谢 未征曰 予为众孤立 为陛下知其忠敬 向不欲圣明 求免难以 各进礼敬尚书 请易亦告 欲长福 临正殿 福许 徒骨魂肝豆克汗九至中国 国人不负 竟为旗下所杀 紫燕王诺何波利 诺何波佑 大臣争权 国中大乱 十二月 照兵部尚书侯军级等将兵援之 先遣使者欲解 有不奉照者 随已讨之 贞观十年秉申 公元六三六年春 正月 甲午 上使钦听政 新丑 以突厥拓舍阿什纳舍尔为左宵魏大将军 舍尔 触罗克汗之子也 年十一 以智略文 克汗已为拓舍 建崖于弃北 与玉谷舍分统斥了诸部 据观十年 未尝有所复脸 诸舍或比其不能为富贵 舍尔曰 部落狗风 与我族已 诸舍残服 及薛严陀叛 攻破玉谷舍 舍尔兵一败 将其余众走保西垂 竭力克汗既亡 西突厥义乱 多路克汗兄弟争国 舍尔诈网将之 引兵席 破西突厥 取其地己半 有众十余万 自称达部克汗 舍尔乃为诸部曰 首为乱破我国者 薛严陀也 我当为先克汗报仇击灭之 诸部接见曰 新德西方 以解留政府 金巨社之远去 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 舍尔不从 及薛严陀于弃北 联兵百余日 为迭利施克汗利 舍尔之众苦于久亦 多弃舍尔逃归 薛严陀纵兵兵之 舍尔大败 走保高昌 其旧兵载者才万于家 又为西突厥之逼 遂率众来将 适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 留舍尔于长安 上皇 为南阳长公主 点屯兵于院内 鬼丑 喜赵王元景为金王 鲁王元昌为汉王 正王元礼为徐王 徐王元家为韩王 金王元则为彭王 藤王元昌为正王 吴王元鬼为祸王 兵王元凤为国王 陈王元庆为道王 卫王灵魁为燕王 蜀王客为吴王 岳王太为魏王 燕王又为齐王 梁王英为蜀王 潭王运为蒋王 汉王云为蒋王 汉王云为蒋王 二月 义丑 以元景为荆州都督 元昌为梁州都督 元礼为徐州都督 元家为陆州都督 元则为岁州都督 林回 魏幽州都督 各为潭州都督 太为湘州都督 又为齐州都督 英为义州都督 运为安州都督 真为阳州都督 太不知关 以金子光路大夫张亮 行都督市 上以太好文学 礼街市大夫 特命于齐府别致文学馆 听字引照学市 三月 丁有 徒古魂王诺何波前时请班历 行年号 前子弟入市 并从之 丁卫 以诺何波为何元郡王 乌帝也拔秦斗客喊 鬼丑 诸王之藩 尚语之别曰 兄弟之情 岂不欲常共处邪 但以天下之众 不得不耳 诸子 尚可富有 兄弟不可富得 因流涕乌烟不能止 下六月 人参 以温宴博为幼谱舍 太常清阳师道为世中 世中未争吕以目及求为散观 尚不得已 以争为特径 仍之门下士 朝张国典 参议得失 普刘以上岁 祥诗文奏 其入赐 立足并同指示 长孙皇后性人孝简肃 好读书 长语上从容商略古事 婴儿献替 必亦宏多 尚或以非最浅怒工人 后亦扬怒 请自推居 因命求戏 四上怒兮 徐为申礼 尤是公胡之中 行无网乱 豫章公主 早丧其母 后收养之 慈爱于于所生 非贫以下有吉 后亲辅士 绰己之要善以滋之 宫中无不爱戴 逊诸子 常以千简为先 太子如母遂恩夫人常白后 以东宫弃用少 请奏一之 后不许 曰 为太子 患在德不利 名不扬 何患无弃用也 尚得吉 累年不遇 后侍奉 昼夜不离策 常戏毒药于一代 曰 若有不惠 亦不独生 后素有契吉 前年从上性九成功 柴少等中西告辩 上患甲出格问状 后伏吉已从 左右指之 后曰 上继 震经 无何心自安 尤是即遂甚 太子言于后曰 一要被禁而及不抽 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 恕获名福 后曰 死生有命 非智力所宜 若为善有福 则无不为恶 如其不然 妄求何意 设者国之大事 不可属下 道 是一端之教 度国并民 皆上诉所不为 奈何以无疑妇人 史上为所不为乎 必行辱言 无不如素死 太子不敢奏 私以与房全灵 全灵白上 尚哀之 欲为之舍 后顾止之 即即堵 与上绝 时房全灵已遣归地 后言于 上曰 玄灵氏陛下酒 小心甚密 其谋秘迹 未尝宣泄 苟无大顾 愿无弃之 妾之本宗 因缘加福 以至入位 既非得举 亦至颠微 欲使其子孙保全 甚无处之全要 但以外妻凤朝请足矣 妾身无异 妾身无异于人 不可以死害人 愿勿以秋龙劳废天下 但因身为坟 弃用瓦目而已 仍愿陛下亲君子 缘小人 纳中见 平缠特 省作义 只由田 妾虽梅于酒泉 成无所恨 儿女辈不必另来 见其悲哀 普乱人意 因取一众毒药以世上约 妾于陛下不欲 知日 是以死从成于 不能当屡后之地儿 吉卯 崩于立正殿 后常采自古妇人的失事 为女则三十卷 又常著论伯汉 明德马后 已不能亦退外亲 使当朝贵胜 徒见骑车如流水马如龙 使开其货败之缘 而防其莫流也 吉崩 公司并女则奏之 上懒之悲痛 已是进尘曰 皇后此书 足以垂犯百世 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意之悲 但入宫不复闻规贱之言 师义两左 故不能忘怀儿 乃照防全灵 使父其未 秋 八月 禀子 上位群臣 曰 正开直言之路 已立国也 而比来上风侍者多结人细事 自今父有为侍者 朕当以禅人罪之 东 十一月 耕武 藏文德皇后于昭陵 将军段制玄 宇文士及分统事众出夙章门 帝夜使公关至二人所 市集开营内之 至玄门不纳 约 君门不可夜开 使者约 此有守施 至玄约 夜中不便真伪 竟留使者之名 帝门而探约 真将军也 帝父为文克之时 称皇后节俭 遗言伯藏 以为盗贼之心 只求真或 既无 真或 父何所求 朕之本质 亦父如此 王者以天下为家 何必悟在灵中 乃未己有 今因九宗山为灵 早时之功才百于人 数十日而必 不藏金玉 人马 器皿 皆用土木 行聚而矣 数己间道西心 存莫无类 当时百世子孙凤已为法 上念后不矣 于愿中作 曾观以望昭灵 常饮未征同灯 使是之 征熟是之曰 臣昏茂 不能见 尚指是之 征曰 臣以为陛下望献灵若昭灵 则臣故见之以 尚弃 未知悔观 十二月 雾吟 朱 聚波 甘堂前使入贡 朱聚波在葱岭之北 去瓜州三千八百里 丹堂在大海南 尚曰 中国祭安 四一字符 然震不能无惧 西秦始皇威震湖 月 二世而亡 为诸公匡其不歹尔 魏王太有宠于上 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 尚怒 隐三品以上 作色让之曰 随闻第十 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顿之 比起非天子而邪 震但不听诸子纵横耳 闻三品以上皆轻之 我若纵之 岂不能折辱公被呼 房玄玄陵等皆黄巨流汉拜谢 魏征独正色曰 陈妾记 当今群臣 心无感轻魏王者 在礼 臣 子亦也 春秋 王人虽微 去于诸侯之上 三品以上皆公卿 陛下所尊礼 若即刚大坏 故所不论 圣明在上 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礼 随闻第交其诸子 使多行无礼 足皆一灭 又足法呼 上阅 约 礼道之语 不得不服 朕以思爱望公义 向者之愤 自卫不宜 吉文征言 方之礼屈 人主发言何得容易呼 上约 法令不可恕辩 恕辩则凡 官长不能禁忌 又前后插为 立得以为奸 自今辩 法 皆以详甚而行之 智书是欲使全万计上言 宣 饶二周淫大发财之 遂可得数百万名 上约 正贵为天子 所法者非财也 但恨无家言可以立名而 与其多得数百万名 何如的一贤财 轻未尝尽一贤 退意不孝 而专言睡淫之力 西遥 顺底必于山 投诸于谷 汉之还 凌来俱前为私藏 轻欲已还 凌四我携 逝日 处万计 使还家 逝岁 更命统军为哲冲都尉 别将为果义都尉 凡十道 智府六百三十四 而关内二百六十一 接力诸位及东宫六律 凡上府兵千二百人 中府千人 下府八百人 三百人为团 团有校尉 五十人为队 队有正 十人为火 火有长 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 皆自备 书之库 有征情则给之 年二十为兵 六十而免 其能其设者为月旗 其余为步兵 每岁即东 折冲都尉帅其暑教战 当给马者官与其直视之 凡当素卫者翻上 兵不以远近给翻 远书 禁术 皆一月而更 贞观十一年丁有 公元六三七年春 正月 喜快王元玉为邓王 乔王元名为书王 新卯 以吴王克为安州都督 晋王志为并州都督 晋王晋为秦州都督 江之官 上次书戒斥曰 无欲以辱真丸 孔义交奢 不如的此一言耳 上座飞山公 庚子 各尽未征上书 以为 阳帝是其富强 不于后患 穷奢极欲 使百姓困穷 以至身死人手 设计为虚 陛下拨乱反正 疑思随之所以失 我之所以得 彻其俊语 安于卑躬 若因姬而增广 习旧而家世 死则已乱亦乱 央旧必至 难得一失 可不念哉 防 玄灵等先受召定律令 以为 旧法 兄弟义居 印不相及 而谋反连作皆死 祖孙有印 而只因配留 据理论情 身为魏妾 金定律 祖孙与兄弟原作者具配意 从之 自是鼻鼓死刑 除其太半 天下称赖烟 玄灵等定律500条 例行明20等 比随律减大弊92条 减流入习者71条 凡消凡去度 辩重为轻者 不可圣计 又定令1590余条 武德旧志 施殿于太学 以周公为先生 孔子佩祥 玄灵等建议 亭济周公 以孔子为先生 延回佩祥 又删武德以来赤阁 定留七百条 至是班行之 又定家 丑 钱 锁 账 诗 皆有长短广辖之志 自张运古之死 法官以出罪为戒 时有施入者 又不加罪 上常问大理清刘德威约 近日行网稍密 何也 对约 死在主上 不在群臣 人主好宽则宽 好吉则吉 律文 施入减三等 施出减五等 施入无辜 施出更获大罪 施以利各自免 敬就申闻 非有教使之人 畏罪故耳 陛下躺一段以律 则此风力便已 上岳 从之 尤氏断玉平允 上以汉氏玉坐山陵 免子孙仓促劳费 又致在简藏 孔子孙从玉奢靡 二岳 丁四 自卫中至 因山为陵 荣官而已 甲子 上行性洛阳宫 上至显人宫 官吏已缺处置 有被遣者 魏征建约 陛下已处置遣官吏 陈恐成风相善 一日民不聊生 待非行性之本意也 西阳帝逢郡县县时 是其封简已为赏罚 故海内叛之 此陛下所亲见 奈何玉孝之乎 上经约 非公不闻此言 因为长孙无忌等约 朕惜过此 买饭 而时 就舍而宿 经公顿如此 岂得游贤不足乎 三月 丙须朔 日有时之 庚子 上宴洛阳宫西晚 范姬翠池 故为侍臣曰 阳帝作此公愿 节愿于民 今夕未我有 正有语文术 于是基 陪运之图内为产于 外壁聪明故也 可不戒灾 房玄陵 未征上所定心理一百三十八篇 禀武 造行之 以礼部尚书王归为魏王太师 上尚未太曰 如是归当如是我 太见归 折先拜 归亦以师道自居 子敬之上南平公主 先是 公主下 嫁 皆不以赴礼是旧姑 归曰 今主上亲名 洞寻礼法 无受公主夜见 岂为身容 所以成国家之梅儿 乃与其妻就习作 令公主直辩 行贯会之礼 事后公主使行赴礼 自归使 群臣父亲封禅 上使秘书建言师谷等一起礼 房玄陵才定之 下 四月 吉卯 未征上书 以为 人主善使者多 各忠者寡 其取之意而守之难忽 代以因忧则结成以静下 安逸则骄子而轻悟 静下则虎 月同心 轻悟则六亲离得 虽赈之以为怒 亦皆 冒从而心不服顾也 人主成能见可遇则思之族 将心善则思之旨 处高威则思千将 临满营则思一损 寓意乐则思准结 在燕安则思后患 房庸碧则思严纳 吉禅邪则思正己 行觉赏则思因喜而见 施行罚则思因怒而烂 监视时思 而选贤任能 故可以无为而至 又何必劳神苦体以待百思之认哉 上一章